字幕視婚 字幕 別動作顯示 Hola 我們今天就在 Watch It's D lodiy的房間 我們就在看的是兩房間的單位 它有73房間 我們進去看看 進來其實它和剛才介紹過的都一樣 這裡有個信箱位 我預備放鎖匙 然後這裡有個鞋櫃 它包了嗎? 包起來 另外這邊 看看廚房 廚房挺有趣的 它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包起來 對 連旁邊的雪櫃 鏡面雪櫃 我覺得很棒 不錯 然後我喜歡這個抽油煙機 抽油煙機是其次 還有水龍頭 真的高檔 因為在Vachinery區分 就是一個皇室區分 所以一定是貴價 它也有廚院的處理器 所以基本上 我想香港人未必習慣 但是來到這裡就可以試一下 繞一繞這邊 看看客廳 其實是不用繞的 我剛才看到你做了一個動作 我在這邊迎接你 你做了一個平封位給我的話 剛才好像不太乾淨 現在是乾淨 沒有乾淨 有時要坐在一個單人的沙發裡 側側的身房 在街上 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你看看這個街有什麼特別的 但這個街呢 其實呢 大時大節 特別是新年 是要煙化的 是 自己來看看哪個位置 先 這個 這個就是 ICONSEN ICONSEN 那裡 每年新年都放煙花 這個整個景 給你看完整個煙花景 這裏就是一個飯店 飯店 我覺得 它有點緊張了 真心說 是 是 有一點點逼潔 但是如果我們把心肆去 再放下位置 再放下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更加好的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那我們試一下來看看 這個有個 洗手間 洗手間 他們的洗手間偏向 都是比較寬敞的 我覺得 寬敞 這個樓盤的所有洗手間 它不是隨便做個洗手間的 是有空間的 還有 我喜歡他們用這種 長身的感覺 會 乾爽一點 對 有些格調 我始終喜歡有些格調 尾腿 這裡很棒 它做了 還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榻榻米 這個叫什麼 榻榻米 做一個少許的台 對 台 然後 使用榻榻米的感覺 整件事就覺得很舒服 你想想 仍然都是看到裡面 這裡再近一點 這裡仍然可以繼續看到 對 是不是很棒 所有家人 不論是家人在外面看 自己平時欣賞風景 是 一流 它的樓底的高度 都算很高 有三米的樓底高 變相 你看我一走到這條廊 你就會發現 這個空間感是否大很多 嗯 但是如果你平時 在樓底的樓底 你會做不到這個效果 嗯 還有因為現在 這個showroom 它做過的門位 其實拿了很多位 當它如果說真的 你是不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應該是會再大一點 整個空間 當然了 當然了 有好有不好的 它特意做一個示範單 給你看 就算它放了這麼多材料 重料 厚了 都是有這麼大的空間 是 我覺得呢 將來大家有機會 買一個單位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嘗試想想這些 這樣的設計 設計上呢 我覺得挺好的 有一點點美感 有個弧位 其實後面呢 我當時用了這個 好像走廊位 其實它變成一個醫務間 然後再轉進去洗手間 就沒有浪費到那個位 你感覺上整件事呢 就會有一點層次 沒有那麼死板 嗯 然後才到 衣櫃的地方 嗯 我覺得整件事 真是漂亮很多 好 進來了 真的有什麼好說 就是 分明了 洗澡 很大的洗澡 很壞 OK 挺好 我覺得它的尺寸 是 是不是很老的尺寸 今天呢 我就介紹這麼多給大家 對啦 我也相信大家對這間屋 是有一點點心動的 因為每一個房間 和客廳都可以看到 這麼漂亮 對於太角樓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怎樣做呢 WhatsApp給我們 歡迎大家查詢 那我們是旗艦店舖的華麗產 我是高川 我是 Goria 好啦 再見啦 拜拜 拜拜 這個就是 外賣專區啦 東 也可以 熱 也可以 除了外賣 還有泊車的智能系統 放完車之後 就可以 就這樣回家了 好啦 來到這裡呢 就一個公共空間 其實呢 你們會看到呢 它真的挺大的 剛才那個位呢 整個梯級那麼多 然後這裡還有另外一個area 正啊 真的很大 現在呢 我們去到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室外的空間 那這裡呢 比較多呢 看到綠色的植物 而它又不只是這個位才有 其實呢 這個condo呢 它周圍呢 都種了很多這些綠色的植物呢 令到整個建築物呢 很綠色 很可愛的 跟著這個基本啦 就是一個 健身室啦 但是這個健身室當中呢 它是會看到 差不多是270度的風景 它都算 挺大的 大 是 還有很多東西玩 是 跟著就會看到樓下呢 就有個無邊際泳池啦 我們現在下去 是 那我們來到泳池這層啦 那大家會看到呢 首先呢 是會有瓦遮頭的部分的 那就不用整條都曬著 照顧一些怕曬的朋友 又想享受一下風景 是 去到這裡就是室外了 很棒是吧 一條長的走廊 直通去一個街景 城市景 你就會看到呢 一路游泳 一路看著這個無邊際的景色 好啦 記住呢 如果想去泰國看看樓啊 又或者找我們一起玩的話呢 就記住快點找我們啦 我們下次見 好啦 再見 拜拜 拜拜